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歡看他文章的人 他的居住地 阿里桑拿州有一個很嚴峻 現在跟拜登在這裡連環出招爭這個中期選舉 而特朗普在阿里桑拿州的尾沙市 他在選舉他講了一番從未講過的說話 這一段說話令我覺得 見 也都講明了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他是直接這樣喊話民主黨和拜登 他最主要的說話就是這次選舉 是你向所有傲慢的左翼激進分子 發出強烈的信息和機會 他們想支配你 能說什麼 你想的是什麼 你怎樣的生活 什麼都在他們掌控之中 現在用你們的選票 你可以羞辱拜登 主流傳媒和腐敗的民主機器 你可以說美國永遠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特朗普他做這個 在這一次的中期選舉裡面 特朗普是必定會贏 不單止是他會將所有 就是建制派 尤其是共和黨都連根拔起 現在阿拉斯加 他提名的 就是說Mega的女性候選人 已經以誓餘破竹 這樣在民調上已經佔據了53%的地位 因為過去來講 阿拉斯加這個州份 實際上都是民主黨 他們手持的 掌控了幾十年 這次有翻盤的機會 而民調的53% 即使你連同那個叫做 不差範圍 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 他都會贏 因為很簡單 他們那裡就是四個候選人 他們要進入二輪投票 所謂二輪投票只要就是說 如果你選舉 沒有一個人 能夠單獨百分之五十超過 如果超過了百分之五十 你就會贏 如果你不能夠超過百分之五十 沒有人做得到的話 那就會進入第二輪投票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民調 或者你已經證券在握 但是你不過百分之五十 你都有可能會輸 因為跟第二的 有機會是什麼 棄保效應 就是我不支持第一 我支持第二的 而支持第三那個 因為選票不夠 大家選票都不夠 進入第二輪 第二 第三名的候選人的支持者 就會將那些票 很有可能就給了第二位 令到第二位反超回第一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棄保效應 現在特朗普發起這一場 Mega的戰爭 已經去到最後最後的階段 因為11月8日就見真章 現在還有一個月不夠 拜登已經無路可走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但是有選票能夠選是幸福的 因為一個國家有時候走錯了歪路 甚至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人民就可以用他的選票去懲罰他們 令到整個國家大方向調整 這個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力量 很可惜香港曾經有機會 現在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希望大家得到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多點留言給大菲安天娜 本身我明天打算不做節目 好好享受一頓飯 明晚我都想好地享受一頓飯 而明天下午我本身就預訂了 四季酒店下午的自助餐 我打算吃完最後一頓飯 正常地回歸回我的生活 因為今天早上我都快要覆診了 之前醫生都願意說我們這些病患 或者可以拿到醫生士 現在沒有機會了 就是每一個人的身體是自己的 生命都是自己的 打不打針應該由自己個人決定 但是我們特區政府 在不需要選票底下 你就見到現在完善選舉制度 香港人的生活是怎樣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Patreon 大菲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